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 与错 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 与错 不知你是否记得 我们都曾苦苦等待过 有过迷茫也曾有过困惑 因为那是年轻 不知道是对是错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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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你是否记得 我们都曾苦苦思索过 多少心酸 伴着多少失落 因为有过坎坷 才爱得这样执着 我说方大姐 我正想问你个事 什么事 咱闺女那辆桑塔纳 我怎么总没见着啊 是啊 昨天晚上我看见她下班回来 也没开着车呀 是啊 看来呀 我又该为她操心了 哎呦 你说你这 哎呦 我这肚子还饿着呢 你们二位都吃饱了吧 那你们先溜达着 哎 这 哎 不管她了 咱还接着练 咱呢 吃饱了撑的 打听这打听那的 瞧这点素质 小玉啊 小玉 该起床了 这孩子上哪儿去了 喂 方德岳在家吗 小玉她不在家呀 我还找她呢 你是谁呀 我是冯霄 冯霄 冯霄 是你呀 哎呀 好久没见面了 平常 你也不往家里打个电话 今儿可是怎么了 哦 这样吧 我逮不着小玉 问你也行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眨眼的功夫 大哥大 车 工作 全都没了 可是你把她拉到生意厂上去的 你得对她负责任呢 哎 喂 喂 喂 臭小子 好了 小玉 我不跟你说了啊 哎 他们一个个的都躲着我呀 这回我可得上他们公司去问问清楚 从前呢 我还只是给他们打打电话 这回我可得亲自出马了 啊 就这样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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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呀 你是 冯霄 冯霄 对 哎呦 好吓死我了 哎呦 哎呦 真把我吓死了 见鬼了 哎呦 对不起伯母 您看 刚才我在楼下 和门外边 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啊 十年了 您看 我又来敲您的门了 冯霄 你看 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嗯 那什么 我正想到公司去问问清楚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把她嫁给我 伯母 你说什么呢 把你的女儿方小玉嫁给我 这 这 你 伯母 你千万不要拒绝我 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 哎呦 我扯你简直是疯了 我没疯 您 答应我好吗 我求你了 千万不要像十年前那样 再拒绝我了 好吗 冯霄 你冷静冷静 听我跟你说啊 小玉她现在 哎呀 伯母 现在已经不是方小玉的问题了 她辞职离开公司 离开了庞冬冬 她所做的这一切 都完完全全都是为了我 现在 就看您的了 伯母 我冯霄 从来没有求过人 可是今天 我真的要求你了 我承认 我现在 被彭东东他们挤出了公司 成了牺牲品 但是我人还在 我还有资产 我可以东山再起啊 伯母 十年前 他彭东东说 能给方小玉一生的幸福 我二话没说 我就离开了 可是现在 我可以拍着胸脯 在你面前 指天指地的发誓 我可以给小玉 一生的幸福 真的 伯母 我求您了 伯母 您看 我这么难应大男人 我求您了 您就 您就答应我 好吧 伯母 伯母 您怎么了 风啸啊 你不知道啊 我这头 要是一疼起来 就要死要活的 撞墙跳楼的心都有啊 哎哟 哎哟 我的头疼死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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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啊 哎哟 风啸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也头疼 哎哟 你说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怎么 咱们俩俩都头疼啊 哎哟 准是伯母 我传染上你了 你快点 快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哎哟 你快走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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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等你什么时候 头不疼了 我们再谈 哎哟 不行啊 我这头一疼起来 你三月半年的 也好不了 哎哟 你走吧 哎哟 你走吧 走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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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疼啊 我 是你妈 小伙子 是不是还找那片湖啊 这次打算去了 不远 绕过前面那个楼群啊 就是 哎呦 你那个大笨怎么不见了 你上回不是说 车开不进去吗 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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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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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我只是到这儿来做做 没有别的事情 小语 我们不要再遮遮掩掩了好不好 你为我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了 只是我往往没有想到 当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走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已经在这儿了 小语 你终于打消了顾虑 敢爱我了对吗 小语 你告诉我 小语 我多想回到从前 回到从前的日子 小语 我无法忘记你 就像当初我在这里对你发过誓疑啊 我一辈子都爱你 从前是 现在是 将来还是 风笑 我对不起 其实我给你写绝交信 我犹豫不决在这儿坐了一整天 那时假如你突然闯来 也许我会答应你 我真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小语 那你告诉我 你当初 为什么突然决定和我断交 和风通都好呢 其实不能算是突然决定 在大学里 你为我打架受处分 后来向我求爱 我没有考虑就同意了 过后 我思前想后 我不能跟你过那种 不稳定的生活 我做不到 所以呢 我最终做出了现实的选择 我也跟我那位现实的母亲一样 不过小语 你和你的母亲不一样 我是曾经把你 和你的母亲一样来看 可是 我后来突然间改变了我的看法 特别是当我知道 你为我辞去了那份工作之后 就更坚定了我对你的看法 小语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我现在就想听你亲口说一句 你爱我 你怎么了 没事 小语 快告诉我 你快说呀 快说 好 我跟你一起回到从前 好吗 不 冯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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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冯霄 你醒醒 冯霄 冯霄 来人呢 又人吗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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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我不如方小玉 谈吐学历都不如她 可能怨我吗 她是什么家庭 我是什么家庭 我一个大杂院里长大混出来的 要真像她一样 离开了达威公司 等待我的只有一个前途 那就是回到街边的小贩馆 给人家端盘子 家家 胡同大院 怎么了 就比别人低等啊 我告诉你 不但不应该 而且做人的良心 起码都应该比别人多知道吗 就从你自个儿都看不起自个儿的劲 还想当白领利益人呢 你呀 到马路边的饭馆里 给人蹲盘子都没人要 我告诉你 你也别来求我了 你呀 你去找萧哥的敌人 到白领利益人去吧 做你的梦去吧 寿良哥 寿良哥 你听我说 我心里真的有萧哥 有个屁 你 你心里只有你自个儿 我呀 我这辆破拉达车 拉不起你这个白领利益人 就让那姓吴的 用大奔车来见你 寿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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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行 他回来我告诉他啊 好的 对 她回来我一定告诉她 再见啊 小玉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还以为 你住在冯孝那儿不回来的呢 小玉 冯孝是不是跟你求婚了 你是不是答应她了 哎呦你听我说呀 她现在虽说是情况不一样了 可这里头还有个脸面问题 妈 我现在心里头挺乱的 你是不是又要干什么事啊 我这不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吗 我 妈 你先别嚷嚷 我现在特别累 您让我安安静静的想一会儿好吗 刚才谁打来的电话 是找我的吗 哦 就是你原来的那个同事 叫红蝶的 嗯 她说啊 她说 明天让你去 长安大戏院 去参加一个什么 什么开机仪式 是吗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 不客气 好的好的 王先生 幸福人 哦 哎呀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谢谢 谢谢 关于采访我个人的事情 咱们另一行安排 好吧 你们几位先进去 我在这儿再等个人 咱们靠近一点 找东西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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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走 我们进去吧 好的 你们请 请吧 请吧 请我来 你们先请吧 再打电话给您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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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去 回见回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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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方小姐 好久不见了 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咱们进去 你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 这就是我对这部戏的整体构思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周导演 你说吧 周导演呢 您能再谈谈电视剧 《谬斯女神》的一些具体情况吗 比如说在创作上 有哪些特点呢 什么的 这部戏啊 我觉得主要在结构上 它比较新颖 利益很深刻 可以说是在近几年啊 影视剧本当中啊 一部利作 另外我今天 还要隆重的向大家推出 我们这个戏的女主角的扮演者 在近几年影视圈里 涌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 好连 他担任我们这部戏的女主角 将会给我们这部戏啊 带来更加灿烂的光彩 好连小姐 我们说几句 能不能给我们说几句啊 对对对 说几句啊 好 我来说几句 著名作家木子先生笔下的女主角呢 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 她非常的善良 温柔 贤惠 她原想做个贤妻良母 可后来因为生活所迫 被迫走入商界 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物 所以我有信心 我能演好这个有个性的角色 太好了 谢谢 我来问一下 原定的女主角红蝶 换成好连扮演 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这个没什么内幕 因为在影视界啊 这个演员的调换是非常正常的 另外 红蝶呢 这件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好吧 咱们的李编剧呢 怎么了 李编剧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不起 主委 我马上就来 好久不见了 咱们坐一下好吗 不必了 我再问你一遍 红蝶呢 是这样 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刚才都看见了 女主角换人了 换人 为什么要换人 是这样 作为本剧的编剧和艺术总监 我认为 红蝶出任女主角不合适 刚才 你也听到女演员的阐述了 高雅贤惠的东方女性 你自己觉得红蝶来演合适吗 可是我听红蝶说 这个角色是你特意为她 量身定做写的 量身定做 你想这可能吗 确切的说 你才是我心目中唯一的谬似女神 如果说是以你为原型 我才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 那才差不多 你在胡说什么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 你真真切切的才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一开始 是红蝶是我没有见了面 我很感激她 可是后来 我那位木叶叉老婆 把我们之间彼此 搅得鸡犬不宁的 我没脸再见到你了 但是 我从那个时候起 就下定决心以你为原型 写一部电视剧 我知道只有这样 才能博得你的谅解 才能使我们断了的缘在序上 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守在电脑前 我几乎无时无刻 不和你在一起啊 我简直要快写风了 可以说 是你 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 现在 我们又见面了 你觉得 这一切 是不是有些浪漫呢 如果你不拒绝的话 我愿意 在此向你伸出橄榄枝啊 至于红蝶嘛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 给他一些经济补偿的 李牧仁 你太卑鄙了 简直是厚颜无耻 红蝶 他为了这部电视剧 把自己全部情感 全部积蓄都压上了 你明白吗 这部电视剧的字经 是他辛辛苦苦找来的 他甚至到了 借钱度日的地步 而你呢 吃完你老婆的软饭 又吃到了红蝶那儿 还口口声声 对艺术负责 以艺术家自居 收起你那些 冠冕堂皇的字眼吧 李牧仁 我告诉你 我们女人 不像你想象的 那么好欺负 李大编军 赶紧发言啊 来 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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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啥事啊 啊 як pré 啊 快 快 快点 快 啊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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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红蝶椒吗 是啊 红蝶人哪 好厉害 有人哪 我看见他了 好像穿着西装 打着车就走了 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真是 师傅 快带我去长安大西院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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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今儿个白天没排练啊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啊 大爷 请问有一个穿西装的人 是不是上楼去了 我还纳闷呢 从这上去了 嘿 你要找着他让他下来啊 红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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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小蝶 你能来看我演出 我真的很高兴 过去 我做过许多对不起你的事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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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原谅我吗 今天在这儿 我向你道歉吗 我求你原谅我吧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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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这个人 很没有出息 但是 我渴望着幸福 渴望爱情 我渴望着 我渴望着 能够有一天 能够 能够 能够站在属于我自己的舞台上 小蝶 你是我的关注 是我唯一的关注 家明 我就 为你表演一段 뜻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真的好 我从前都不敢相信你会有这么好的功夫 我今天终于看到了 虽然只有我一个人的掌声 你可不要嫌少 你可不要嫌少 小月 我明白你今儿让我穿上黑礼服是干什么了 你刚才说的那都是实话 李牧仁太欺负咱们女人了 我要杀她 不 我要杀了她 山大姐 今儿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把红蝶和李牧仁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你 你不会怪罪红蝶吧 我跟李牧仁的事不能怨她 全怨李牧仁那个不值钱的东西 我如今才算明白 咱们女人要自立自信自强 不能靠哄着求着男人那点不值钱的感情活着 要是这样 大姐 我去地下的红蝶谢谢你了 小月啊 要说谢 大姐我最该谢你才是 是你给我点名示礼 以前呢 简直就叫白火了 以后咱们女人 合起来一块做事 看谁敢欺负咱 咱们上去吧 红蝶 我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这样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啊 我害了你啊 我 WordPress 赶紧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不是 李某人 你不是一直拿离婚吓唬我吗 今天我成全你 我同意 明天咱们就去办手续 也好 要离 就离了吧 那我就不认寂 你不认寂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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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